群群华人陪了十大狂人 包括华为的任正非 包括台湾的李敖这些人 我陪第一 我陪第一 我说也好 就把我退在后台考上 我进来去考的 我干净嘛 我干干净 大老板一般不敢狂 营营摔叫了 手的摔才能保证叫做了吗 而我营营摔手的摔 一分钱都不少 因为我就是和政府做买卖的 政府给我钱的时候 营营摔手的摔多少 替我托扣掉的 我想套也套不了 捞也捞不了 当然我不会套 因为我懂得 人不能把钱带进棺材 而钱是可以把人带进棺材的 财富不是永远的朋友 朋友本是永恒的财富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是中国最大的包装头 我比样学还大 无论是宗教 宗建 宗铁 我们比他们还大 中国老大 金乐业 我们这些人狂不是传绿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安全第一 口碑第二 效益第三 这就是狂 第二个狂什么呢 你看我的员工 亲戚工保家以上海 你们去看 最低工资是一万 大学生 本科生 能到了我的平台 你的应聘进来 实习工资就从一万 最低就是一万起步 我的门外司机 最低是一万二千五 每个月 这就是狂 这就是这样 事实说话 员工 在我们心目中 是我们的第一上帝 政府官员 仅仅是我的第二上帝 赏识的部下 是我的第一上帝 尊敬的领导 是我的第二上帝 众设的顾客 仅仅是我的第一上帝 这就是狂 狂 狂 我们是狂而不旺 放荡放荡 我们是方而不当 所以今天呢 不狂 不放 不人生的呢 就这个内涵 那么 只有到了狂而不旺 放荡而不当 才能做到 死而不亡 放而不弃 退而不休 老而不累 老而不悲 最后一句话 因为一切 皆有可能 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 你会上帝 你会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ç